網路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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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們來到 芒果真家 我是哲利 我是哲利 等一下我們要用去年來的 長榮航空位在機票的第四端票 要飛去吉隆坡 今天我們搭乘的是長榮航空A330-300 早上9點20從桃園機場第二航廈出發 下午2點15分抵達吉隆坡機場 大約下午2點28分左右開始下飛機 一下飛機這附近就有男女側可以使用 建議一出來繼續往前走 前面的廁所人比較少 所以我們去前面看 不然這兩邊其實都有廁所 可是人比較多 稍微往前走一點就有一台自動飲水機 我們有預留一個空瓶下飛機看到飲水機 就可以先裝水可以帶到路上喝 接著繼續順著護照查驗的指標繼續往前走 走來這 繼續跟著黃色的告示牌 和前方的旅客繼續往前走 沿途都有很清楚的指標 所以不用擔心會找不到路 現在就順著墊幅梯一直走到底吧 一直走到底會看到往下前進的墊幅梯 就繼續搭乘囉 接著就會來到機場接駁巴士站 從下飛機的Gate走到接駁巴士站這邊 大約需要15分鐘 因為飛機抵達的航站樓 和辦理路徑手續的航站樓是不同洞的 所以我們必須搭乘接駁車移動過去 大約7分鐘的乘車路程 我們就抵達辦理路徑手續的航站樓囉 一直跟著前方的旅客 搭乘手扶梯往上移動 接著繼續往前走 一直一直一直走 就會來到移民館查驗護照的關口了 強烈建議排隊之前一定要先去上廁所 因為一排下去大約需要一個小時 哈囉大家好我是Seline 我們昨天剛從吉隆坡回到台灣 有一些路徑吉隆坡的注意事項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1月6號路徑吉隆坡 是下午2點半左右下飛機 到我們要辦理路徑手續的關口 就是移民館的那個關口 大約是下午2點52分 在這邊我們就排了將近一個小時的隊伍 辦好了所有的手續 通過移民館手續 已經是下午的3點49分 就是49分我才走去拿行李 在移民館這邊 護照跟所有資料的查驗 花了將近一個小時 那我們這次有發現 因為我們前面也有排了很多的旅客 應該有注意到差不多有超過五個人以上 沒有事先辦理馬來西亞數位路徑卡的申請 就是MDAC線上沒有先申請 你去到當地才申請的話 移民館也是會叫你 直接上官網申請 沒辦法填個什麼資本路徑單就可以進去 有看到幾位別的國籍的外國人 和幾位台灣人 而且他們是一家子 有好幾位都沒有申請馬來西亞數位路徑卡 我們出發前就是有做功課 已經有一些部落客分享 從2023年12月1號開始 入境馬來西亞就是要辦理數位路徑卡 所以這個必須要事先準備喔 那先跟大家分享我這次入境吉隆坡 有準備哪些資料吧 第一個就是數位的入境卡 這個就是要事先在台灣申請好 登錄到最後面 它會給你一個最後的資料 你要把它下載下來 之後把這張紙印出來 這個入境的資料是一定要先準備的 再來就是回程機票 我是有把當初買機票的mail印下來 我跟我姐是一起買的機票嘛 那上面有票號 那也有我們回程的日期 我們是1月9號回程 搭乘中皇航空CI722的搬機回台灣 再來就是住宿 像我們這次就是有住馬六甲 跟住吉隆坡的住宿 我們都是整理在同一張 就直接印下來給移民觀看 那他們就是會看一下你提供的資料 住宿也是會問的喔 排隊的這個過程中 看到像是前方就是有幾位大陸來的旅客 就是有人沒有準備住宿的證明 因為移民觀就是要他們出示資料 可是有人手機裡面也沒資料 也沒有準備這種資本的資料 所以他們就卡很久 最後我有提供旅遊平安線的資料 只有多準備這一份 我們是一口氣就是這四張資料 直接給移民觀看 那他就沒有多問任何一個問題 記得旅平顯的資料 要印英文版的下來 畢竟是看英文的國家 所以還是要印這個 因為你印中文他們看不懂 我這次就是準備這些資料 所以移民官完全沒有問我任何一個問題 就是資料跟護照拿給他 他就看了很仔細 非常的仔細喔 至少也花了三分鐘 在看我準備的這些資料 這些資料看完之後 他就叫我兩隻手指就是按在那 就是會掃描指紋 之後確定OK 移民官就讓我入境了 那我們有發現 其實馬來西亞他們是查驗資料 是非常的仔細 可是為什麼會卡很久 主要是因為有些人他們的資料 準備不齊全 所以就卡關卡很久 主要原因是這樣 不然其實查驗的時間也沒有到非常久 這次遇到的移民官也是女生 可是我去年二月入境 遇到的女生問的問題就比較多 這次遇到的就是她沒有問任何一個問題 我也問我姐說 那你遇到的移民官是男生還是女生 她就說她是女生移民官 只有問她一個問題 How long 就是你要待在這邊幾天 她就說4 days 其實她也只有稍微問你一點點問題 主要是因為資料都有準備提權 這次入境就是要多準備一些資料 就是讓你可以快速通關 我原本以為這次通關的時間 說不定可以縮短個10分鐘 結果沒有 只縮短3分鐘 就覺得 路徑吉隆坡 真的也是一個 蠻花時間的一個路徑的關卡 那在這邊我有幾個建議 就是當大家要去排移民官 在產業護照跟資料的走序前 就是我們要走過去排隊之前 記得第一先去上廁所 因為你排進去至少要排個將近一個小時 如果中途尿急又不可能離開隊伍 再回來排一樣的隊伍 只能重排 排隊前記得先去上廁所就對了 那第二個部分 如果你隨身行李是帶很重的東西 畢竟排隊要排比較久 建議是帶登機箱 或者是你隨身的行李不要被排走 不然這排一個小時都是站的真的蠻累的 第三的部分就是資料一定要準備齊全 就是我剛剛上訴的這些資料都非常重要 再來吉隆坡路徑就是兩次喔 基本上都是一個小時起跳嘛 那我們完成路徑手續後 去找行李的時候 就不知道到底是在哪個轉排 因為早就已經被洗版到下面去 所以我們只好從最前面的轉排看是找行李 就沿路一直看看有沒有我們的行李 結果完全走不到 之後我們就再繼續往這手邊去看 就遠遠好像有看到 穿著長榮航空制服的地勤人員 就想說我們的行李應該就是在那邊 所以我們就往那邊走 光找行李的部分也找了快要10分鐘 因為找不到行李之後終於找不到 找到之後記得要對於掛行李上面的號碼牌 對於像你的行李跟號碼牌是不是一樣 一樣的話再把這個行李拿走 千萬不要拿錯別人的行李 基本上我要補充的內容就到這邊囉 希望今天分享的2024吉隆坡最新路徑影片 對大家會有幫助 記得訂閱芒果這一家 開啟小鈴鐺 就會收到我們每支影片的通知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